第二座山 戴维布鲁克斯 第三部分 婚姻 第十七章 婚姻抉择 当然 爱想要永恒 因此 我们必须结婚 如此一来 心就需要坚定不移 你已经绕行的够久了 航空母舰就在下方 现在 是坚守阵地的时候了 但现在 是再次后退一步 做出评估 给出合理理由的时候了 我在本书中 非常强调心灵和灵魂 但在任何承诺决定中 理性的大脑 都是平等的伙伴 就像我的一位熟人 所说的那样 现在是时候说 我将在这里 做出一个好的决定了 我们可以结婚 也可以分手 但这是我的生活 我对我的选择负责 我完全有能力 做出正确的决定 最明显的原因是 纵使时间已经推移至今 你也不是地球上第一个 有这种感觉的人 据推测 大多数后来结婚了的情侣 都经历了和你一样的亲密阶段 他们都感受到了同样的爱的涌动 同样的融合感和命运 然后 他们结婚了 之后 他们离婚了 光有爱情和激情 是不够的 你得设定一个更高的标准 做这种更深层次的评估 是因为 当你做出婚姻决策时 你是在溺水行中 在美国 近40%的婚姻 已离婚告终 并有10%或15%的夫妇分居 而不离婚 还有7%左右的夫妇 继续生活在一起 但长期不幸福 换句话说 大概是在激情之爱的驱使下 超过一半的决定结婚的人 最终已不幸福告终 对于在25岁之前 结婚的夫妇来说 幸福的概率更低 没有什么事情是比糟糕的婚姻 更可怕的 婚姻不美满 会使你生病的概率增加35% 平均寿命缩短4年 没有什么事情比你们躺在床上时 所感到的寂寞 更寂寞的 人们结婚时 幻想着要一起远航 但当你们的婚姻 如乔治爱略特所说的那样糟糕时 你们就会被困在 一个封闭的盆地中 你退后一步去评估 是因为你已经意识到 在某种程度上 不可避免的 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永远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但你仍然想要 尽可能地拍出最好的照片 戴维怀特写道 婚姻的迷人之处在于 伴侣中一方想要的任何东西 都不会出现 伴侣中另一方想要的东西 也都不会出现 而婚姻中会出现的事情 就是最初的冲突 然后是双方的对话 一种一开始似乎都感觉陌生的对话 一种他们可能意识不到 甚至认为自己想要的对话 那么 你是如何做出这个评价的呢 既然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那么你会以为 社会会让你为这一刻做好准备 你可能会认为 学校会给你提供一门又一门的 关于婚姻决策 婚姻心理学 婚姻神经科学 婚姻文学的课程 但事实并非如此 社会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目的是帮助你 专注于不重要的选择 从而分散你对生活中重要选择的注意力 三种视角 这是该向自己提出尖锐问题的时候 每个人在做婚姻决策时 都会花太多的时间来评估另一个人 但真正能把事情搞砸的人 就是你自己 这些问题包括 你到了真正可以做这件事的地步了吗 D.H.劳伦斯曾写道 你不能把爱和个性相提并乱 对你自己来说 最终的问题是 无论发生什么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失去控制权 并对婚姻可能的变数压垮 你喜欢在他身边的自己吗 我们都有多种个性投射到这个世界上 这取决于我们周围的人 这个人投射出的你 是粗鲁的你 向上攀升的你 还是服务自我的你呢 我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这个人能填补这个问题吗 我们倾向于嫁给填补我们最大的 味觉精神问题的人 也许你渴望情感上的可靠 而这个人就是你稳扎稳打的巧手 也许你渴望强烈的情感 而这个人就是你爱的源泉 我们的门槛有多高 有人说永远不要安顿下来 拥有这个人 你最好感到无比幸运 其他人说要现实一点 你永远找不到完美的人 拥有一段体面的关系比独自一人要好 简奥斯汀认为和解是邪恶的 我同意他的观点 如果你结婚时没有完全的钦佩和狂喜 最初就不会有足够的激情将你们融合在一起 当生活变得艰难时 你们就会分道扬镳 此外 和解是不道德的 因为这牵涉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 不会想成为你生活中的第四个最好的选择 你会告诉对方你想安顿下来 和他在一起吗 如果你诚实地告诉他这一点 你马上就会在你们的关系中引入致命的不平等 如果你不告诉他这一点 你就是在对全世界中与你最亲近的人撒谎 安顿看似现实 但最终只有建立在狂热奉献基础上的爱情才是务实的 剩下的问题都是关于对方和关系本身的 最重要的想法是 婚姻是一场长达50年的对话 当你考虑嫁给某人的时候 最重要的因素是 在我的余生里 我会喜欢和这个人交谈吗 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人们在考量婚姻决策的其余部分时 会使用三种视角 心理视角 情感视角和道德视角 第一个是心理视角 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人物 花了很多时间评估对方的气质 或者我们所说的人格特征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人格特征在整个成年期都相当稳定 正如太田戴在永远幸福的科学中所说的那样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聪明 有趣 自信 善良 英俊 孝顺母亲的梦幻伴侣 那么好消息是 当你在结婚25年后重新评估你们的浪漫状况时 这个伴侣与你同龄的其他人相比 可能仍然是聪明 有趣 自信 善良何英俊的 而且还是一个好儿子 或好女儿 那么 你如何辨别一个人的永久人格特征呢 1938年 研究人员刘易斯特曼认为 你应该了解一个人的关系背景 特曼对应该寻求的东西进行了排名 1.父母的超凡幸福感 2.童年幸福 3.很少与母亲起冲突 4.家庭纪律是坚定的 而不是严厉的 5.对母亲的强烈依恋 6.对父亲的强烈依恋 7.很少与父亲起冲突 8.父母对于性问题的坦率 9.儿童7.极少的惩罚和得到更多的温和 10.对于性问题 婚前没有厌恶或厌憎的态度 其他人说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依恋风格 早在18个月大时就已经安全地依附于一个照顾者的人 约占所有人的60% 在他们的头脑中会有一种如何建立和维持安全关系的模式 在他们所爱的人面前时 这些人的心率会减慢 呼吸也会减慢 他们放松 是因为他们觉得一切正常 在婴儿时期经历过焦虑依恋模式的人 在恋爱关系中更容易遭遇放松问题 他们脑海中的模式告诉他们 他们所爱的人即将离开 他们的心率和呼吸会加快 那些幼时有回避依恋模式的人 他们向照顾者发出信号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已经先发制人的封闭自我了 他们的模式告诉他们 如果不靠近 那么无回应就不会有什么坏处 根据一项权威的纵向研究 90%的有安全感的人会结婚 而其中有21%的人会遭遇离婚 70%的回避依恋的人会结婚 而其中会有50%的人遭遇离婚 对于有焦虑依恋的人来说 离婚率甚至更高 你可能会认为 每个人都会试图嫁给有安全感的人 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人们根据自己的依恋风格 不成比例的与人结婚 有安全感的人与有安全感的人结婚 回避依恋的人与回避依恋的人结婚 有焦虑依恋的人与有焦虑依恋的人结婚 童年早期的依恋模式 并不是命中注定的 人是可以改变的 但你如果在你的伴侣身上 看到了回避依恋型或焦虑依恋型的标志 就值得在脑海中就此做个笔记 还有一些人说 了解他人心里的最好方法 是应用五大人格特征矩阵 这五大原则是乐于体验 尽职尽责 外向 和蔼可亲和神经质 当谈到恋爱伙伴时 最后两种品质是最重要的 太田代认为 从根本上说 你想要寻求的是和蔼可亲的特质 要避免的是神经质 和蔼可亲或是做一个好人 听起来不是最性感或最浪漫的特质 和蔼可亲就是善良 深情 友好 顺从 理解 热情 敏感和信任 人们常说 一个和蔼可亲的男人很有男子气概 但又夹杂着一种女性气质 太田代还认为 神经质是你想要避免的 乍一看 神经质似乎令人兴奋和具有戏剧性 但神经质的人是紧张的 喜怒无常的 容易陷入悲伤 神经质 是一种强烈体验愤怒和焦虑等 负面情绪的倾向 神经质的人 往往有与包括家人和朋友在内的 其他人的关系动荡和不稳定的历史 他们往往看起来 运气不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经常会看到 他们的神经质会从他们的环境中 唤起不幸的事件 他写道 认为神经质将会消失 只是一厢情愿 消除这种错觉是如此重要 因为 神经质有着一生保持不变的趋势 对此有非常一致的观察 这一点我再怎么强调 都不为过 第二个是情感视角 这意味着问一些关于爱的性质的问题 希腊人把爱分成三种类型 友谊 激情和无私奉献 你有时会对一个人有激情 但没有友谊 也没有为对方无私奉献 在这种情况下 你所拥有的只是一种迷恋 或者你会在没有友谊和激情的情况下 为对方无私奉献 在这种情况下 你所拥有的只是钦佩 或者更有可能的是 你只是经历了些许友谊 但没有激情 这个人会让你开心 但不知何故 无私的爱的爆炸性永远都未能爆发 这是一段美好的友谊 但不是终生奉献的基础 如果一种魔力将成为你的生活承诺之一 那么他就已经具备了这三种元素 亲密 欲望和自我牺牲的爱 有些关系 只是停留在漂亮朋友的层面上 两个人都很钦佩对方 但不知何故 他们从未真正触及对方的灵魂深处 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为何 尽管彼此都觉得这段关系太有意义了 他们可能会告诉对方 他们彼此相爱 他们可能会感受到真正的爱 但不知何故 这不是那种让人痛苦的爱 不是那种会激起人们对另一个人 可能会离开的恐惧的爱 不是那种当你们两个在一起无所事事时 会产生魅力和深深幸福的爱 也不是那种唤起婚姻所需的日常服务 和持续关怀的爱 中等深度的关系最难被打破 因为友谊和钦佩是存在的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它们并不存在于心灵深处 而在婚姻中会有一些未被挖掘的层面 让人感觉到孤独和彼此分离 第三个世道德视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因为对另一个人的钦佩会帮助你度过情感知景的干涸时期 当你对另一个人的个性怪皮感到有点恼火的时候 钦佩会帮助你度过这段时期 良好的品格 能帮助你挺过这类不顺利的时期 所以 最重要的问题是 这个人诚实吗 正直吗 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但婚姻仍然会幸存下来 蔑视是致命的 总是会扼杀婚姻的纽带 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我是否深深的钦佩这个人 当你做出婚姻承诺的时候 你就是在发出誓言做出承诺 因此另一个关键问题是 这个人是否信守诺言 当你选择配偶时 你就是在为你的孩子选择父亲或母亲 所以问题是 这个人有没有你想要传给你的孩子的品质 在任何婚姻中或早或晚 疾病不幸或其他事情都会使你精疲力竭 所以问题在于 在剔除了教育技能成就和品牌之后 这个人的核心何在 当你进行相关决策的时候 你会发现婚姻涉及无数个决定 所以问题是 我是否经常事后猜测他或他的判断 日常生活的现实会消磨婚姻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 这个人有没有吹嘘过他应该感到羞耻的行为 欺骗别人以获得成功 残忍的对待下属以建立统治地位 操纵他人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 显然 另一个人不会是完美的 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私的 所以你应当问自己 这个人的自私 是我可以忍受的吗 完美 糟糕的是 杰瑞马奎尔已就此有丰富的叙述 好在 婚姻之爱真的感觉像是完美的 感觉就像柏拉图会影片里的老故事 两个分开的半个灵魂 发现他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灵魂 只有在一起 他们才能真正走完生命的全程 他们已经准备好过一种 比他们单独考虑的任何事情都重要的生活 托斯托耶夫斯基是一个与自己的本性做斗争的人 由于赌博或自身的混乱 他会陷入债务 并不得不通过写作来偿还债务 有一次 随着债务最后期限的临近 他面临着在一个月内写完一整部小说的压力 此时 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安娜格里格里耶夫那的素缉人 他们就赌徒对写作进行过合作 安娜后来回忆说 每天 他像朋友一样和我聊天 他会向我吐露他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听到他讲述的他从未摆脱的困难 我不禁被深深地打动了 他确实也无法摆脱这些困难 托斯托耶夫斯基完成了这部小说 付给安娜1500美元的素缉费用 然后他们分道扬镳 安娜发现自己很想念他 我已经习惯了与托斯托耶夫斯基在一起 欢快忙碌的工作愉快的会面和热闹的谈话 这些 对我来说都成了必需品 我对所有的活动都失去了兴趣 他们似乎都是空洞和徒劳的 他们保持着联系 有一天 在一次关于婚姻本质的理性讨论过程中 他们在嫁给作家或艺术家是否明智的问题上 发生了分歧 托斯托耶夫斯基相信 只有傻瓜才会嫁给这种人 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接受这种反复无常的人的求婚 想象一下 这位艺术家就是我 他举例说 我已经向你表白 并请你做我的妻子 告诉我 你会怎么回答 安娜意识道 这不再只是一场理论上的对话 我会回答 我爱你 而且会爱你一辈子 他回答 他后来回忆道 我不会试图传达他当时对我说的充满温情和爱的话 他们对我来说是神圣的 我被巨大的幸福惊呆了 几乎被他压扁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难以置信 他们在婚姻中尝到了悲剧的滋味 他们失去了两个孩子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光彩夺目的 安娜管理着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事业 基本上就是为他开了一家出版社 使他在经济和文学上都取得了成功 对于在他灵魂中看到的东西 托斯托耶夫斯基从未失去深深的敬意 在我的一生中 安娜在托斯托耶夫斯基去时候写道 对我来说似乎一直是一个谜 我的好丈夫不仅像许多丈夫爱尊重他们的妻子那样爱我尊重我 而且几乎崇拜我 就好像我是专为他而创造的某种特殊人物一样 不仅在我们结婚之初是这样 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直到他却是 都是这样 谢谢 谢谢 谢谢